各种颜色的米装点出色彩丰富的古拉木 为图腰节增添佳节气氛 麻婆慈禧志工邀请印度裔照顾户庆祝新年 厨房里也是满满印度风味 照顾庆平前四个小时来协助志工准备佳肴 众人也捐出竹筒 期许照亮更多黑暗角落 古拉联络处这天也是浓浓印度过节氛围 志工安排印度传统舞蹈 邀请照顾户孩子同欢 大家不予认识 四十岁的莉莉用回收的打包绳 做成篮子易卖 她说这是她回馈刺激的心意 除了热闹的表演 还有丰富的餐点 照顾部们感受到志工的精心准备 因为这些食物很像人的食物 我非常喜欢吃 志工的家节生理对照顾夫而言 由于一比干路解决了他们的困境 但是我能吃亚的 大人好 好 走